主席各位同仁,主席我请一下部长 在我们立法院的同仁里面,有很少数的人一直在捍卫我们军公教人员的立场 像我们在外交国防委员委员,他也一直在捍卫,我们可以检讨我们的制度,但是不要先污名化,也不要先污蔑了军公教人员 制度本来就在那边,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制度,对于我们立法院的津贴也是这样子 制度本来就在那边,如果制度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改 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进来的人,享受了这个制度,那我就是有原罪 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所以看到这个整个事情的进行,我觉得是很痛心 因为这是一种阶级的对立,这是一种阶级的对争,这个斗争 如果文革有分好几个时期的话,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了文革的第一期 我对这个感到是很痛心的,我认为应该制度可以改,不是不能改 另外部长,我请请教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泄密的这个军人啊,或者判刑的军人啊,他的一些终身奉或其他的福利啊,有没有被取消 有取消,有取消是,在什么程度取消,判刑还是说怎么样的时候就取消 判刑定业,看他这个所设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个情节状况 嗯,那那个没有按照规定,违反了这个旋转门条例到大陆去的人啊 就是一退伍了之后,他到大陆去 退伍以后就是追究他的责任嘛,他经过法律程序,属于哪一类的啊 这个我想经过法律的程序完成以后,他所接受的这个判刑的结果来决定 是,是这样子是吧,是,好,好,谢谢,局长没关系啊 啊,那个,呃,去年啊,我咨询的时候我曾经问一下我们在那个桃源航空城 他旁边有一个基地,我们要盖那个航空城的计划要施行嘛 那有一个基地是属于海军的,呃,不用不用,没关系,海军的 那后来因为,呃,后来这个海军的基地移到平北 然后整个基地就给这个桃源航空城去使用啊 我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军方释出了土地,那让我们这个行政院来使用 可以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 那那天在院会里面我也问了一下部长啊 我们在基隆也可以这么做 因为基隆有两个三港 其中有一个军港在两个三港中间啊 那两个三港是,是库鲁斯这个游轮要进来 进来之后中间就是一个军港 这个也不是很方便啊 所以我有提出一些问题啊 希望就是说能够比照,呃,去年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基地 还有最近我们松山机场这个国防部也释出了土地 我我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很多人不赞成 他认为说松山机场应该把它把它毁掉 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子 日本的这个雨田机场,圈导陈田机场在雨田还是在用啊 有很多的飞机都要使用啊 也可以作为预备,也可以作为战备,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松山能够射出土地,让它完整的规划一个机场 它是比较小型的飞机嘛,哦,737以下 或者是Airbus 330以下的才可以使用 像委员报告,那个松山机场并不是全部都移出来 它还是我们的军事的核心任务并没有放弃 我知道,我知道 只是说我们把有一些能够配合的部分配合出来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很多委员都有提出来 96年这个丁委员也在立马院提出一些书面跟口头的咨询 嗯,那么只是目前我们这一次在交通部的规划过程当中 因为那天会前,金建会的主委告诉我 他说是不是可以再考量,营区周边的地区的 就是我们航空,就是松山机场附近的这些空军的有些其他的营区 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做调整,那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可以更减并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提出这样的做法 但是核心任务并没有放弃 还是在那个,那我也知道在基隆港外海营区 它可能有一些特别机密的地方 但是就像那天我询问院长一样的 部长也回答了 有没有可能跟交通部继续在合作 把这个基地做一个牵引 任何委员所提的意见 我们都会做一个评估 跟相关单位交通部或是地方政府 我们共同在深入去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的核心任务 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受到影响 我想这个案子就有保留的空间 如果不受影响 或者也考虑到这个是不是大幅度的这些调整 所需要的预算会更多 那么地方政府或者是这个中央单位 其他部会不能够采纳的话 那也会做一些 但是问题是行政院在基隆那边 在东岸跟西岸 他要投入100亿左右的那个经费 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商港 那你就失去了你的这个军事的隐秘性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考虑 那何况交通部 他也有一些地方可以跟你们交换的 所以这个列入考虑好不好 好 另外啊 我们看到资料那个空军 空军的这个决定在10300年 就终止派请飞官到这个法国受训 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飞安的这个问题呢 或是人员的训练的问题呢 那参谋长 这个 我说明一下 这个原来这是一个跟法国飞机的采购 它是一个商购的行为 嗯 原来就有这样一个计划 透过商购这样一个合约里面包含 它原来就不是在 就是103年任务 103年 他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总能教官慢慢都已经培养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吗 是 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空域比较少啊 所以到那个 那个国外接受他们的那个训练 还是很需要的 陈部长您的看法怎么样 那种 像我们现在的 MCU市还一直在继续啊 应该继续 是 F16 你意思是会继续是吧 F16 F16 因为我们这样的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时间啊 嗯 就是只有一个人 嗯 他接受这个时间点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来 能够 获得这方面的经验 嗯 是 好 谢谢 谢谢参谋长 那另外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啊 我还是要再提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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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价值为主 其他的我们都可以纳入考量当中 刚委员提出了 自然委员办公室也跟委员的都说明过了 那后续我们会配合政策来执行